沒開燈叫醒還來不及反應 沒想到相同手法還是有工程師受害 這樣你有使用手機 都有可能收穫相對有可能是 金融詐騙模式越來越多且複雜 作為頭顧分析師 更是常常被冒名進行詐騙 接下來讓鍾琳教大家 如何辨別正牌分析師 只要是正規合法的老師都能查得到 第一步先進入行政院金管會網站 再來呢 連選相關單位連結本國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國際部門商業同業公會 再來投信投庫合格登入人員查詢 選擇老師對應的投庫公司 最後輸入老師姓名查詢 預防詐騙 讓鍾琳一起守護你的荷包